謝長廷在那邊每天烏魯巴拉亂講一通 蔡英文都不講話 就像他這樣表演啊 像他這樣胡扯 像他這樣亂講啊 被痛批造謠 謝長廷嗆瞎 如果說錯 願意坐牢 但卻被抓包 他回去偷偷改臉書 因為謝長廷原本是說 台灣的核廢水是像日本一樣 經過燃料棒排出 就在被藍軍檢舉造謠後 謝長廷竟悄悄把臉書文字改成 疑似有含浮射物質核廢水排入 害偷改臉書 是不是早知道自己講錯 蔡英文痛批 總統府至今一聲不吭 讓人懷疑小英操控謝長廷躲在幕後 寫錯就寫錯 出來的認錯誤 道歉 不要在那邊硬拗來修改 第一時間蔡英文就叫他回來 嚇到 閉嘴 不要亂講了 回來 應該是這樣子 蔡英文跟謝長廷是唱黑白臉唱雙滑 告訴我們謝長廷的言行 到底妥當不妥當 如果以駐日代表的身份來看 他的行為已經是賣國跟叛國了 謝長廷嗆瞎 怨負法律責任 趙少康炮轟 這說法不通 如果我有法律責任就要來告我 什麼法律責任 是政治責任 你這樣亂講 你已經失去做一個我們駐日代表的資格 格調 風度 通通不及格 蔡英文把他召回來 而且要把他撤換掉 網友嘲諷謝長廷舔日舔出新高度 諷刺他是喝太多廢水嗎 名嘴更點破 就因為蔡政府反核 才會讓謝長廷胡說八道 而台電更連真話都不敢說 台電的核能部希望發展核能 民進黨的政策又不要發展核能 所以台電不知道怎麼辦 都不敢講 講真話 工程師就是講真話 現在謝長廷把你台電比得跟福島一樣 你都不講話 台電都不出來講話 你像什麼台電嘛 一點格調都沒有 嗆瞎願意坐牢 回家卻偷偷改臉書 當全民炮轟謝長廷失格 而真正的蒼敬人卻躲在幕後 記者黃鈞李宇璇 SG小組台北報導